哈喽呀,我亲爱的姑,您家啥时候有个小狗呢? 你自己一个家,你去晓宁呢? 去晓宁上学了 妈呀,对,去晓宁也上学了 你给人视频呢,跟我小妹啊 我老姑上班了 看我老姑家这几个大母牛 其实有时候想想,养几个母牛也挺好 那边有一个小牛子,是公牛母牛 你是小公的,你是公牛呀,看他 这一下完雨这里边就吵了,要踩一个 一个坑一个坑 我姑姑家就住在辽河边上 现在那个坝,我手指的那个坝 然后那边坝外边全部都是水 坝里边现在是人家 一会儿带你们去看一看 你们娘俩干啥呢? 你们娘俩干啥呢?监控坏了? 王同学,请你换席 快点 那边啊 老姑你家哪个牛要下肚啊? 那个花呢 这里边,这里边那个 啊,一要下肚了就溜帐 老老实实的 母爱真伟大啊 怕别人伤到他的孩子 这是老姑家母鸭新孵出来的一窝小鸭子 一窝16个 我也是长生大第一回看见这小鸭子 真可爱 但是我们不能靠前去 一靠前这个母鸭就去干我们 咬我们 老姑家羊少咯 老姑你家羊卖咯? 卖咯,借楼了 借谁咯? 借一个都饿了 陈属亮人家借的 啊 这羊还能满处借呀 陈属亮人家借呀 依次把公羊借出去了 那母羊那玩儿没法借哈 母羊也借不下 还说个吓人 借公羊 那回都借一鸭子 借一鸭子 老姑要过来 要过来 咱有一个又借了 那你都要过来呀 你说你家自己家整一个呀 天天借我家的 他家自己家吃了 过年 这鸭子你说好像没吃过 啥鸭子 你看着没 会干活的人 老公 回头 一干一 你露个脸 会干活的人 到哪都有活干 你看着没 像我这不会干活的人 就是溜边 不会干活的人 到哪都有饭吃 对 跟着你有饭吃 我姑姑家门口 就是辽河的这个堤坝 然后说水涨的特别高 我们上去看一眼 真的我长成大三十年了 第一回看见这么大的水 好热啊 哈哈 爬那一道我儿子 我儿子变身了 哈哈 累不累呀 哈哈哈哈 累不累呀 你小个人 我儿子变身了 吃啊吃啊 哎呀 这个水是近在咫尺啊 朋友们 水都已经爆热了 正常那个在里面的那树叶 什么东西也不够了 是啊 我们一家去吧 我们一家去叶吧 我们一家去叶吧 你往回来点王一韩 王一鸣 王一鸣你过来 要不安全 你下去 你下去 妈下去也没有叶啊 哈哈 都看不着我 你看那边照青 你看海嘛 这我姑娘说 这不是跟海一样吗 太夸了 这个水 比往年要多好多好多倍 树 那树呢 那里边是二霸 二霸 然后离着那个辽河 原来的辽河 还可老远了是吧 那可老远 人家不一样 就二霸那边哪儿 哪儿呢 这原来都是路 现在路已经都没了 然后刚才 那个余双双跟我姑姑说的 前面远处那个树 那个地方是 就是叫 也是一个防水坝 但是小的 不是这个大的 然后那个地方距离 原来的辽河 还有很远的距离 然后现在这个水 已经完全把这个 那个那个 那个小的防水坝 全没过来 已经到这个 到这个跟前了 都是水 这边就是每天在上涨的流河水 然后堤坝的这边就是村庄 种的土地 然后蔬菜大棚 看这两边的高低插棚 可想而知这边的水现在有多少有多深 走吧走吧走吧 上车回家 三点多了 你还开一个小时车呢 是哪儿 把那个富家要回来 富家走不了 富家的那个小房 腌半截剩个房盖 哈哈 就是那个踢法的那天堂 就是那个检查的那个房 这两个的水吧 你说得多大吧 就检查他那边不有盖的那个房子吗 就是个房盖 行了老公我走了 走吧 拜拜 拜拜 路过饲料店 然后我们两个买了 四袋的小苏打 200斤的小苏打 要不然回去买我们县城里的贵 这边能便宜一点 多少钱一袋啊 这四袋290块钱 四袋就算300呗 75 75 不到75 不到75 嗯也还行 跟买最贵的时候比还挺便宜 妈呀最贵的时候一袋都120 这大娘反正不能和我贵喽 老我这买 这不今年没食探家料吗 我都不好意思来 大娘挺好 还那么热情 还那么热情 哈哈哈 辽河发大水 我们两个回家得走高速 哈哈哈 一共没多远的距离 我们得走好几十公里的高速 不知道好远好远 要开一个多小时的车 还有三公里靠右 好的 这一会儿干长春去呢 然后我们县城那个辽河的大桥 说是10月1号就是完工 然后具体能不能通车还不知道 我们如果那个桥通了 我们再回家就比较方便了 开车半个小时 就不用这开高速开一个点了 好了 朋友们回家喂牛了 视频就跟大家更新到这了 拜拜 拜拜